来 小伙子 这名字取的就有点意思了 S3蜡像石 胜率77.24 贼高啊 有点实力啊 这胜率 不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天降正义 你可能都不会回头 杂技 守墓 魔术 加古董 这阵容 怎么说呢 这阵容想要赢 蜡像石也不是特别容易啊 打是能打 但我感觉这阵容 那得第一波遛的比较好 这阵容单靠一个古董商打架 其实不是特别成立 打出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那你打架打不出来 你就只能靠牵制 其他也没有了 这道阵容修机速度也一般 第一波找到魔术师 魔术师这边直接放分身 这里的话要被喷到个七十八十啊 你刀直接打中 在这块板子的一个对抗当中 蜡像石完胜 这边还有四十多的蜡可以给你补 那完了呀 这魔术师没呀 定住啊 板子踹掉 这边能不能放分身 放分身 其实我觉得这边刚才蜡像石停一停蜡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这边隔这块板子 说实话他想要打这一刀 魔术师这边只要有分身 有那个飞轮 他都可以操作的 再放一个分身 卡住了 这波卡住 好的 而且这边魔术师并没有上车 你以为我会上车 哎 小伙子 你没了呀 过来看 鸭哈车里没人 你以为 哎 你以为 你以为我会开车 啊 这波选择 那像石有点单纯啊 嗯 但怎么说呢 就现在这个局面来看呢 他如果说真把守墓人抓了 我也并不觉得穷者一定能赢 就三开门战的面是有了 但因为穷者这边如果抓了守墓人的话 是一个没有搏命的情况 这边铲子能交吗 交不了 倒地 人挂上 杂技有没有搏命啊 杂技不知道 一般来说现在这个版本都是带单搏命的 过来挂 然后压住 这边的遗产机 机子其实也不太够 再加上没有搏命 嗯 挺难的 这个局还是蜡像石的宝瓶真盛 虽然说魔术是那一波的一个 回走 确实是断了蜡像石的大节奏 但也就这样了 但也就这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来给大家讲 这道阵容想要战胜蜡像石比较困难 我在想要不要考虑 三开门战三跑也不是特别能行 打一刀 这边的话 守墓人 怎么说 这铲子交不掉了 这铲子交不了 人还没有拉开 这边密码机还被压住 你别说这个局还是蜡像石的一个多抓免 现在这台机子被压着 杂技在这边 古董商过来打架吗 这古董商是被通缉的 男狗 一个蜡块 这边是一个二阶的蜡像石 直接把自己定住 那这里继续喷 再给你补一波 定飞轮 定得住吗 定住 起热辣 但好像喷得出伤害 喷不出伤害 喷不出伤害 守墓人 这边 虽然说这里蜡像石没有赚到东西 但也不亏 而且这边密码机也修不完 我这边把人挂飞 你还敢过来 还敢过来 丢个那块密码机封住 你别说这边打着打着打着 穷者要不要出事的 因为这台机子肯定亮不了 这台机子肯定亮不了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穷者 应该是外面重启 待机子会好一点 他们强打这台密码机太伤了 这样的话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现在在外面重启来不及了 哎呀加油啊 给力一点的 让这少年赢吧 不过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蜡像石大家发现没有 他的一切操作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他从前到后 他的思路都非常的明确 当他开始抓守墓人以后 他就已经目标 已经锁定在了什么呢 我要守守墓人的遗产机 通过守守墓人的遗产机 然后抓什么呢 抓穷者的一个信息交流不对称 他们没有办法外面起新机子 而就你们外面起新机子 大不了三人开门战 我也能保平 你们不起新机子 抢打这台机子 那正好掉入我的陷阱 我还可以争胜 起热辣 这边的话古董商再倒 那边满机差多少 点亮了 点亮 这边热辣 一刀 哎呦 这里古董商顶住了吗 因为还有蜡 还有蜡 还有蜡 没顶住 没顶住 他还有个传说 人先挂上 杂技这边点门会比较慢一点 魔术师这边倒是能走 但这个杂技待会一块蜡 封口 直接传 哎呀 你走过去丢个蜡 快封口啊 那杂技一个球跳 不把人给捞了吗 能盯住吗 能盯住吗 盯不盯不盯定 飞轮 漂亮 这波飞轮应该是平了 这波飞轮应该是平了 他走过去丢那块 当然这个上帝是脚 走过去丢那块 蜂蜜马迹 会更好一点 等会 再不会 待会跳个地窖吧 古董商这边有个飞轮 但古董商冲的地窖不对 方向不对 他以为这边有地窖 他应该是不知道地窖在哪里 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